楊誠霖工作接不完 是非也跟著來 她和丞翰點拍的廣告 被嫌有濃濃的大陸腔 有魅中嫌疑 她國語不好好講 台語也不認瞪 最近她在最後決定愛上你中 秀了一段台語 聽起來真是淒慘無比 你很羨慕嗎 沒有 跟我學習 你怎麼這樣 你怎麼一直在這裡 先去秀 你一個人要插一下 我還好聽一下 楊誠霖的破台語 讓台詞聽起來 變得好A 怪槍怪掉 難怪會惹禍上身 但楊誠霖表示 這一切都是聽從導演指示 其實當天我們完全沒有討論 說掉什麼東西 只是說要誇張 然後希望我的聲音表情 可以離譜 就是越誇張越好 那我們 其實我當天就是個演員 其實大家也知道 我的個性不是那種 刁鑽那種女生 所以我只是在做好 演員的角色而已 上週日最後決定愛上你 考著床戲 讓收視飆到4.22 但是楊誠霖 在拍這場床戲前 竟然被報吃了大蒜口香糖 現在那個要選口香糖 有一個是大蒜精的口香糖 另外是洋蔥頭的 看我們吻戲的時候 通常是吃哪一種 我之後選擇大蒜精的 哎呀這樣好像有違育女形象 但楊誠霖事後喊冤說 那只是開玩笑 我看到報紙說什麼 我吃什麼大蒜口香糖 我覺得這太誇張了啦 我不是會這樣惡整對方的人 就是基本上一定會吃 薄荷的口香糖 然後就是希望可以 保持口氣的清香 一電視 范子綺 劉怡 吳志偉 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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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